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西松博小王群雅老师 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学习 今天我们所要上的是第一单元运用时间 第三课提早五分钟 在这个单元里 我们所提到的都是跟时间有关的课文内容 第一课时间是什么 第二课明天再写 第三课提早五分钟 不晓得你有没有期待第三课的课文内容是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的学习重点 一 理解课文内容 二 说出段落大意 三 认识课文结构 请小朋友在上课前先准备 一 红色蓝色原子笔 三 笔记本 四 铅笔橡皮擦 在上课之前 老师要请大家先想一想 你有没有忘了带学用品的经验 当时的感觉怎么样 以后可以怎么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呢 老师发现啊 常常看到学生忘了带水壶 便当盒 上美劳课的时候 有时会忘了带美劳用具 老师发现小朋友当时好慌张哦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可以怎么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呢 接着 老师再请大家想一想 看了课文的题目 请你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提早五分钟 接着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课文的内容咯 音音做事从不事先计划 总是丢三落四 匆忙慌张 爸爸要怎么教导音音 让她改掉这个习惯呢 我们先来聆听课文 并且记下重点 请你仔细聆听 并且在笔记本上 记下重点哦 三 提早五分钟 音音 这几天 我帮你做了一个有趣的小统计 发现你在三天内丢了四样东西 星期一 你丢了公车票 星期二 你丢了笔跟三角板 星期三 你还丢了作业本 被发生这些情况 都是因为匆忙 每天早上 我常在你该上学去的时候 听你大叫 啊 来不及了 接着 就是大喊 我的公车票呢 我的笔呢 为什么 你总是那么匆匆忙忙 慌慌张张 我劝你在睡觉前 先把明天要带的书本 与文具都整理好 你的回答总是 到时候再说吧 现在我得去睡觉了 我终于发现 让你这么匆忙慌张的原因 你是不计划的 喜欢到时候再说 你全靠到时候再说 因此常常到了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做事喜欢先计划 要做些什么都先想好 做的时候 又喜欢提早五分钟开始 让时间足够 有余 你看到我上班 总是提早出门 因此 如果忘了带东西 都有足够的时间 回来拿 我喜欢先准备好 我永远不敢 不敢 就不容易出错 下一次 你也试试看 爸爸 您听了课文的朗读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 第一个学习重点 课文内容深究 老师要看看 你对于课文的理解 有多少呢 第一题 爸爸认为 音音会丢东丢西的原因 是什么 老师给小朋友一个提示 你可以看一下 课文的第一段 接着 再来回答 不晓得 小朋友找到答案了吗 答案就是 爸爸认为 是因为匆忙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 爸爸认为 音音总是 匆忙 慌张的原因 是什么 小朋友 可以看一下 课文的第二段 跟第三段 再来做回答 不晓得 小朋友 找到了吗 爸爸认为 是因为 音音 从不计划 喜欢 到时候 再说 接下来 最后一个题目 根据 根据课文的内容 事先做好计划 有什么好处呢 不计划 又有什么缺点呢 这一题 可能要花 多一点的时间思考 小朋友 可以看一下 课本的第四段 看看 爸爸是怎么说的 原来啊 事先做好计划 可以好好地 规划时间 进度 和做事情的步骤 如果不计划的话 就容易因为 匆忙而出错 不晓得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 第二个学习重点 也就是 说出段落大意 什么是段落大意呢 段落大意 就是每一段 最主要的意思 通常我们会用 一句话表达 除非 一句话 没有办法 完整表达 我们才会 使用到两句话 现在 请小朋友 找一找 第一段的 段落大意 也就是 第一段 最主要在说什么 老师给大家 三十秒的时间 计时开始 小朋友找到了吗 第一段 最主要在说 银银 因为匆忙 而弄丢很多东西 接下来 老师要请你们 找一找 第二段的段落大意 因为第二段 比较长 所以老师给大家 一分钟的时间 计时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到了 第二段 最主要是在说 爸爸要银银 先把明天 要带的东西 整理好 银银却回答 到时候再说 接下来 请问你 第三段 主要在说什么呢 老师给大家三十秒的时间 第三段 第三段的段落大意 是 爸爸认为 银银会这么匆忙 是因为 他做事不计划 接下来 第四段 最主要在说什么呢 老师给大家 一分钟的时间 请大家好好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到 相信经过刚刚三个段落的练习 小朋友一定知道 第四段 最主要是在说 爸爸要银银做事情先计划 并且提早五分钟开始 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三个学习重点 也就是最后一个学习重点咯 认识 课文结构 看一下我们这一刻是 是扣请什么样的主题来写的呢 第一个是事情的背景 第二个是 因因匆匆忙的事实 第三个是爸爸指导 因因的事项 在事情的背景方面 爸爸指出了 因因因为匆忙而弄丢很多东西 接着 爸爸指出因因匆匆忙的事实 就像课文说的 每天早上 常常听到音音在大叫 啊 来不及了 接着就是大喊 我的公车票呢 我的笔呢 音音总是匆匆忙忙 慌慌张张 所以爸爸要音音 先把明天要带的东西整理好 音音却回答 到时候再说 接着 爸爸就以自己的经验分享 指导音音 爸爸认为 音音会这么匆忙 是因为她做事情不计划 再来 爸爸要音音做事情先计划 并且提早五分钟开始 因为提早五分钟就永远不会赶 不赶的话就不容易出错 小朋友 学完了这一课 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有没有学习到 如何不会让自己匆匆忙忙 慌慌张 慌慌张张 忘东忘西的方法 音音音音的爸爸提出 他会把自己的手表 他会把自己的手表拨快五分钟 让自己提早准备 而王老师的爸爸 也会提醒我 做事情要提早 比如说 要去搭车的话 一定要提早到 因为车子是不会等人的 我们必须要先去等车子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追结的重点回顾 看看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 第一个是理解课文的内容 第二个是说出段落大意 第三个是认识课文结构 那么我们下一节要学习什么呢 下一节我们要学习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次数多少有分别 第二个是引号的多元用途 第三个是阅读侦探罪行 很期待下一节继续跟大家见面哦 大家拜拜 我们下一节见咯